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4月 11日已經是星期二 我們經常跟大家說大陸經濟有多差 究竟差成怎樣呢 你們有沒有實際的數據呢 今天就跟大家報一報數據 我們先說 有些外資 逃離中國 最近 媒體報導 屈臣屎 即是和和旗下的跨國藥房集團 在2022年 只是說中國 關閉了343間門市 343間 平均每天就關一間 每天執一間這樣的速度 這個是他業績九年以下最差的 也是屈臣屎進入中國33年 是最差的一個表現 大陸媒體每日經濟新聞報導 全球最大保健美容產品零售商屈臣屈 一直是李嘉誠的現金牛 這個主要是和記 和長江沒有關係 自從2015年起 屈臣屎中國店舖的銷售 就開始走下坡 即是說那一年 中國 其實已經是抗農有悔 去到頂點 之後那些 其實就是 經濟增長開始減速 開始出現平頸 因為這個世界沒有人會永遠向上的 每樣東西都有一個平頸 到了某個位置 就沒得再突破了 而中國的經濟 其實是2015年2016年開始 出現平頸 開始掉頭回落的跡象 接下來的習近平 可以說是倒行逆施 甚至乎是亂來 他認為 他累積了大量的資本 他足夠了 他發達了 他有錢了 所以 就開始對民營企業的打壓 結果中國經濟 被他親自廢了武功 報導引述屈臣市母公司 和記 2022年的財務報表 就這麼說 屈臣市2022年全球總營收 是年減2% 去到1696億4500萬港幣 Ebitda 即是稅息折舊 和攤薄前利潤 年減11% 去到143億港幣 創2020年以來最低 其中屈臣市是中國的營業額 是減了23% 全球營業額減2% 而中國是減23% 這個其實呢 很明顯全世界 經濟最差的就是中國 因為 他衝了高峰 對下來 跌幅很大 Ebitda也減59% 按年減59% 這個比起全世界的Ebitda 是大跌很多的 大跌了5倍 屈臣市 也是 近九年最差的業績 屈臣市 進入中國市場33年來 第一次停止 擴充這個店舖 因為它是不斷擴充的 不斷擴充的 2015年至2019年間 屈臣市平均每年在中國增加的門市數量超過300間 現在 以個別每一間店舖的營業額持續下降 2021年平均單店的營業額 只有544.87萬 除了365天 每天 只有兩倍也不夠 那麼 這個是2014年 的一半 那麼你想一下 一路不斷下降 即是1415已經是高峰了 接著一路一路的生意按連下降 那麼為了追生意 開分店是無可厚非的 不過 去年就出現了一個很大的倒退 即是說 中國經濟 2015、2016年衝高了 然後由高位慢慢回落 到了2012年開始 就叫做跳空落 你看股票就知道了 那麼這些 是叫做射益致勝 升升升 然後一夜插進來 沒有了 這個已經崩了 已經玩完了 微博帳號 有個叫跑跑跑快點來 在微博就出了一個留言 他就說 不臣市2022年平均一日執一間 他在北京的庫房也撤了 營業額 下跌 導致員工收入減少 我們就不說了 因為這是個別員工的感覺 我們就不說了 但是 我們要 關注 這些外資 在大陸的經營情況 根據每日經濟新聞報導 除了屈臣市之外 其他的外資其實也很慘 屈臣市之外 有加洛福 旭爾馬 法國的歐上集團 還有日本的高島屋 白貨公司 2021年加洛福 在中國 開了三間分店 關閉了26間門市 2022年頭三季 就已經收拾了54間 沒有開新門店 大家看到那個情況 多惡劣 2022年越惡劣過 2021年 旭爾馬 2021年 就刪了32間特賣牆 自從武漢肺炎衝擊中共之後 中共採取了極為 其實是 近乎荒謬的清零政策 對中國經濟造成了毀滅的打擊 不是只有一個城市 整個傳統零售行業都有同一個問題 其實 有在廣州開鋪的 居民 跟媒體說 現在整個廣州的經營氣氛 基本上是 很差的 叫做租高透鼎 商場內基本上都關門 很多有名的 例如王府井百貨 民國時期的老字號十三行 一些大型的 伊利鞋物批發市場 都倒閉了 他們在步行街上 看到 以前很旺的店舖 都說要放頂手 很多店舖都丟空了 整年都沒有人 現在只剩下半死不回的經營者 實際上 店舖已經是完全賺不到錢的了 這個正正式式中了中國的說話 這些資本家 帝國主義 夾著美巴逃跑了 歌仔也唱了 現在 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其實 就是真真正正在中國已經賺不到錢 以往資本家回到中國就覺得 賺到錢 因為市場大嘛 一開幾百間門店 一年開幾百間 十年開幾千間了 這些在外面 夢寐以求 全世界都做不到的事 在中國做得到 而且中國 也不需要 兼顧很多勞工成本 很多東西不用負社會責任 也可以任意剝削 中國人就成為了政府 和這些企業的共同剝削 當然 外資相對 比起 台灣和中國企業是有良心的 在90年代 至2000年 當時中國經濟未認真起飛 未加入世貿 但是 在中國可以賺到錢的廠家 只有台商 港商虧的 美商 日商 個個都虧的 只是台商賺錢 因為台商 夠刻薄 夠沽寒 夠獨立 他們採取軍事式的管理 以及血汗工廠 就是 很刻薄的 除了他們之外 個個都虧的 到了 加入世貿之後 大部分開始慢慢止虧了 有賺了 令到 好像法國 德國這些企業 大規模的進入中國 南韓也是 日本也是 所以我們看到一段時間 南韓是很親共的 他們甚至乎 是親共 遠距美國 甚至乎是疏遠美國 法國 德國更加 在這20年來 得到 在中國的這個好處 就認為我們夠實力了 我們不用看美國了 美國也吃事了 所以 歐盟裏面的聲音就是要遠離 美國 甚至乎跟美國對著幹 也可能是 間接令到英國脫歐 英國跟美國關係一向都很好的 大家其實就是一家人來的嘛 五眼聯盟其實全部都是英國的一家人 由英國生出來的子孫 在全世界 建立了不同國家 所以他們 其實是有特殊的感情 甚至乎他們 他們是親人 遠親 但是歐洲跟美國關係 照計也不應該是這樣的 因為 美國是拯救歐洲的 兩次大戰 也是靠美國去拯救的 結果戰後重建 也是靠美國的資金 提供資金 幫你們扶你們上來 你們覺得自己很厲害 現在覺得中國強大了 崛起了 結果現在中國也玩完了 中國的經濟 其實 本身 很多問題 很多假的 像大量的浪費 很多貪污 很多國家經濟 不過 他都還可以 堅持下去 如果不是習近平 如果還是胡溫 團派 其他人 其實anyone 不是習近平 任何一個人上台都不會弄成這樣 就是習近平 之前他可能覺得經濟好 在我治下發展得如此好 開始可以亂來 他覺得他足夠的筹馬亂來 他覺得他可以 打美國 可以贏美國 可以徹底跟美國鬥 跟美國爭做世界霸主 他的資訊收集的來源 我認為也是 跟普京差不多 不會自己上網 也不會自己去學習 本來自己不懂英文 中文也不懂英文 他每天都是聽人的匯報 根據那些人的匯報 作出他的決定 當然很多東西都是老點棋 所以 所以 在香港 他會 直接 毫不猶豫 掐死香港 當然也有他自己的計算 計算就是 香港 大部分都是 你們 江派 以前鄧小平家族 不同家族的勢力範圍 所有的 金融 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 李嘉誠 李江澤民的人 誰也是 新世界 周大福 也是李溫家寶的人 全部都跟我沒有關係 我毫不猶豫掐死你 我就去做另一個金融中心 捧上海 上海是李上海幫 我不捧 我捧海南島 是不是 就是這個意思 上海是李上海幫 我控制不了 我就掐死你 結果 掐死香港 掐死上海 中國經濟就崩潰 玩完了 當然還有 極端的風控 清零政策 基本上 就是幫 中共 釘棺材 釘蓋 現在經濟真真正正是崩潰了 我們說了 不是現在崩潰 其實已經崩潰了 不過現在 慢慢慢慢浮現到數據實際東西給你看到 所以 接下來的中國經濟會更加差 中國的經濟差也會使得香港 沒有運行 不會有 遊客放來給你 那些有錢的遊客 留給你 是不是 所以 你不會看到有 比較富裕的遊客 每個人都來 乞丐 一起零團廢 然後來香港賺錢 藍道呂槍 搶金鏈 拿春袋 所以呢 對於未來的經濟 我們也看得很淡有的事情 中國和香港 澳門還有香港人過去賭錢 賭命 澳門也還沒有 勉強可以頂一下 但是實際上 會不會好好呢 當然不好了 但是呢 都比香港好一點 因為 賭錢 是會充分別人的頭腦的 所以那些人過去輸身家也好 輸一半錢也好 起碼都還可以 幫澳門碰一下鹽水 而香港呢 就快鹽水也沒得掉 這就是我的分析 接下來如果有更加多的數據 我們也會分析給大家聽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的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 許康的朋友 訂閱Patreon 資本家夾著尾巴逃跑的好事 每個人都走了 等你中國的工廠自己開了嘛 你們罵外資罵得這麼過癮嘛 抵制這個抵制那個 好了 我知道都走了 得償所忙 拜拜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個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 提供一個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起 也有些比較大的家庭房 我們只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實際上 你住滿一個月 就可以取回按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住 都覺得很方便 那麼我們 已經在這年紀裏面 已經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這個 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他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你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VPN也是這樣使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我們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張誠偉 以後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謝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